大家好,我是小赛 今天分享一个红烧鱼块的家常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鱼块香辣入味,鲜嫩多汁,好吃又下饭 饭店做的为什么好看又好吃 相信许多朋友不知道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详细的做法 保证你一看就会 做法非常的简单 下面请跟随我的视频,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一边窄色干净的草鱼 做红烧鱼块,我们只需要一边就可以了 做的太多,我们吃不完 我们来看一下鱼已经处理得非常的干净 黑膜已经处理干净了 在处理鱼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将黑膜处理干净 黑膜是腥味的主要来源 我们用剪刀将鱼鳍剪掉不要 首先将鱼改刀 把鱼切成长条 大概在三四厘米左右的宽度 这样在烧制的时候更容易入味 而且成型的时候还特别的好看 切得太厚,然后就没有那么容易熟 像这样的厚度就差不多了 更加的容易熟 切好之后放入一个大碗里 把刚刚切好的姜蒜也加进来 加入一勺食盐 再下手将葱姜粘碎,粘出葱姜汁 然后将葱姜汁涂抹在鱼块身上 加入一勺盐,使鱼肉更加的紧实 等会在炒制的过程中,鱼肉不会粘锅也不会破皮 抓拌均匀之后,加入一勺生抽 再用手抓拌均匀 将鱼块腌制入味 接着加入少许的啤酒 啤酒可以屈心增香 然后用手抓拌均匀 抓拌均匀之后,将鱼块放一盘腌制20分钟左右 趁这个时候切点小料 准备一把大蒜 将大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将生姜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跟大蒜放一起 准备五个小米辣 将小米辣切成圈 切好之后跟大蒜放一起 准备四个青椒 将青椒切成圈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准备一把新鲜的紫酥 把紫酥切成长段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准备两根大蒜 将大蒜切成长段 长度大概在两厘米左右 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这个时候我们的鱼也腌制好了 把腌制好的鱼块 拿出来放入一个碗中 将锅烧热 倒入食用油 然后慢慢的将锅滑动一下 纳油运到锅里面来 油了之后下入鱼块 我们将鱼块一块一块的放入锅里面 如果一次性把鱼块放入锅里面 这样就可能会粘锅 一边放鱼块一边轻轻的推动一下锅 这样在煎制的过程中就不会粘锅 在煎制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的翻动 要是动了鱼皮就破了 在煎鱼块的时候 全程都要用小火慢煎 等把鱼块的一面煎成了金黄色 我们再来煎另一面 将鱼块煎至定型之后 再给它翻个面 这一面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而且比前一面更简单的多 因为现在的油和鱼的温度比较适中 基本上就不会粘锅了 将鱼块煎至两面金黄 煎成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就已经是半熟的状态了 我们轻轻的滑动一下锅 让所有的鱼块都色略均匀 将鱼块煎至两面金黄之后 再推至一边 下入葱姜 再用勺子快速的翻炒 炒出它们的香味 炒香之后再和鱼块一起翻炒 接着在碗里面加入适量的啤酒 啤酒可以去新增香 再倒入适量的汤水 将汤汁煮开 煮开之后开始调味 加入少许的食盐 少许鸡精 少许生抽 少许老抽提色 再加入少许的蚝油 再轻轻的晃动一下锅 将调料化开 接着再把青红椒加进来 紫苏也加进来 紫苏可以去新增香 最后把大蒜也加进来 再开大火将汤汁煮至浓稠 将汤汁煮成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出锅 装盘 将鱼块倒进一个大碗里面 一道好吃又下饭的红烧鱼块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鱼块香辣入味 肉质鲜嫩 鲜嫩多汁 好吃又下饭 还特别的下酒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做吧 如果我的作品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用您发财的小手帮我点个免费的小星星和关注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先分享到这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